大家好,我是三喵,这个人在洛阳上路,因为是要做游学,所以现在人在宾馆里面没有猫,也没有其他的一些设备条件比较简陋啊 那么这个时候之所以想录一期视频是因为以色列这边是真的确认了这个哈马斯这边的始作俑者 那么辛瓦尔他是在以色列的空袭当中毕命这个尸体照片都已经流了出来啊 那么不但流出了照片还流出了有视频 那么辛瓦尔在最后的时刻还试图对无人机去投掷木棍石块啊 那么最终也是毕命当场 那么这件事情传出来之后 那么简中媒体啊 那么当然报道的时候会有各种春秋笔法 然后各种各样的网络上的一些人会说 这个以色列等于说是给自己亲手培植了杨金宇将军这样的角色啊 或者说想到了亮剑当中的骑兵连冲锋 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说这个看小椅子 这怎么收场 现在这个国内舆论圈子吧 就是反以色列反犹太人是一种比反日更浓烈的这种情绪啊 甚至前一段时间我一个朋友啊 循迹这边的朋友跟我看 他说他去到波兰了 去到奥斯维辛了 然后看到这个留言簿上面那些简体中文留言 那简直是可以说是脏人耳目啊 说不是话没说完呢吗 你怎么不说前因后果啊 然后说还是图的太少了 这是简体中文的这些人 现在对于犹太人这种态度 所以秉持着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的这种原则 他们会去支持哈马斯 会去支持伊朗 其实你要说吧 你说他们是丛林法则 成王拜扣吗 也不完全是 你要真是成王拜扣 你还不得去看看这个昂萨营 这个以色列是多么的厉害呢 我只能说这么多年啊 就整个的这种思想教育之下 他们就是这个样子 咱们且不管他 就在昨天的时候 我在录这个节目 前一天的时候啊 那么循迹这边是有 我讲的一个话题 叫那个什么 伊朗现在往以色列去发射导弹 那么这些导弹 是不是去管用 然后底下啊 在公共号上发的时候 底下就有一个 长篇大论的留言说 以色列现在是要在 跟十亿穆斯林开战啊 那么就要被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那么你看 这个就是墙内很多人的基本认知 他也不想想什么 什叶派和逊尼派会不会精神合作 他也不想想 正经的跟着伊朗背后混的那些 穆斯林国家 好像不包括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等等等等啊 废话说的有点多 总之 这件事情在墙内的媒体里面是引起了极其激烈的两极分化 那有人会说 以色列从去年十月七日打到了现在啊 怎么就没有进展 这不新娃尔死了吗 新娃尔何许人也啊 他就是策划去年十月七日整个的加沙音乐节 这样的惨剧的这位啊 你要说这位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就已经被以色列这边给关了 大概判处二十年徒刑 等等等等 这个样子 能以色列多残忍 你这么想 这要是以色列的这些人落在新娃尔他们手里 可就不是走公正审判的这种道路 判二十年这么简单了 那你只能说思路没打开啊 可以说它是哈马斯极端组织这样的一个图腾 那么以色列从去年十月一日 十月七日 一直到现在2024年的这个十月 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啊 以色列可以说是 现在是四面为敌 四面开战啊 那么一个是像加沙这个地方 去清剿这个哈马斯 那么被哈马斯堵在地道里的 那些个人 那有人说是平民 平民会往地道里跑吗 那么还有往黎巴嫩那个地方 去对真主党去进行最后的突击 其实你说到这种真主党啊 那么他们过去这种事以反以利党 动不动就往这个以色列 境内去扔那么一些来洋造钢管的这种火箭筒 那么逼得以色列的这种铁穷啊 那么很多人会说以色列打经济战已经输了 那么既然如此就不妨把黎巴嫩这边给干掉好了 那么当然还有伊朗这边 以色列也是盯着呢 还有野门胡塞武装这边啊 所以说有人说看来以色列似乎是要完蛋了啊 就像前些日子说 内坦尼亚胡好像要这个已经被刺杀了 以色列两个中队的肥电F35都没了啊 这些东西 但是一个一个确凿的事实是真主党的一些中层领导 被BPG要么是割了腰子 要么是炸瞎眼 要么就是去见真主了 而高层领导 他聚在一起开会的时候 被一枚钻地弹送去领了他们的72个处女 那么伊朗这边呢 那么他们这个导弹效果是怎么样 之前也讲过 而袈裟这边最新的消息就是 他们的领袖啊 新王二就完蛋了 对吧 那么之前前几天 袁老师一期节目讲到擒贼先擒王 这个东西啊 那么当然这期我是有一点点微小的贡献 其实你要是说起来 擒贼先擒王斩首这件事情啊 过去很多人不理解啊 说你在一个组织里面一把手完了 难道不是还有二把手顶上吗 二把手完了难道不是还有三把手顶上吗 注意这不是每一个组织都有这样的规定的 以至于二战德国陆军在战前 他有进行这相关的训练 如果班长不在了 那么哪个士兵可以当班长 如果排长不在 哪个班长可以当排长 那么他有进行专门的训练 是值得大叔特殊的很多的组织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 这是第一 第二 那么很多很多这样的组织靠的就是领导人 他的这种charisma 个人魅力来维系的 你可以说这种charisma 是一种邪恶的个人魅力 但是它是有的 那么你像哈马斯也好 你像这个珍珠党也好 很多情况下是这个样子 那有人说不对啊 哈马斯这个领导人不是已经被以色列轻剿过几皮了吗 你像这个亚新 他被轻剿了 你看这不是你还要再轻剿 你轻剿到什么时候是个头 这就是我要讲的下一个话题 就是说之前 以色列对于哈马斯 对于这些珍珠党 可能也就是啊 我轻剿你的这个领导人 你如果干了这种恐怖袭击之后 我对你对等报复 那么背后也是有联合国 也是有其他国家的绥靖在撤轴 对不对 所以哈马斯的这种成功的摸索到了一种全民 第一道战啊 这个躲在民众后面当肉盾 这样的战法 所以说只要是这些肉盾还在 那么还有那么几个极端分子 那么这样的哈马斯 他清剿是清剿不完的 何况那个时候清剿亚新 那是二零零几年 那个时候的技术 跟现在的技术 那是当然不能同日而语的 想说这些是什么 过去对于这些恐怖组织 我们说除恶物计 为什么做不到 除了技术上各种原因赚 还有就是各种绥靖政策的撤轴 这个黎巴顿的珍珠党是最为典型的 那么联合国的维和部队 过去说是要消解黎巴顿的冲突 结果珍珠党的港少 就在联合国维和部队这个地方 所以说 有人说以色列的梅卡瓦 直接把联合国的港少给拆了 不把联合国放在眼里 对 联合国现在这个样子啊 那么你像他在加沙的这个难民属 他跟恐怖分子的联系是千丝万缕的 那么他在黎巴顿的这个组织 也是对珍珠党很多东西 是视而不见的 我们说国际社上面的东西很复杂 对 但是如果你指望着一个 可能不太有作用的联合国 去拉偏价的话 如果是对于以色列来说 那你怎么办呢 你最好 那就是当别人说你这个什么 对于哈马斯不留活路 太残忍的时候 你最好真的是这样 因为你看之前 哈马斯到底干了一些什么 所以对这些组织啊 那应该就是秉持着一个 什么样的原则 除恶 勿尽 那么这种恐怖主义 生存的这种土壤 才能够慢慢慢慢的被消解 当然这个东西很复杂啊 只不过你不能因为这个东西很复杂 你就说恐怖分子 你不能去除恶物件 对吧 终究一个小的肿瘤会变成大的肿瘤 到最后会变成很难办的这种事情 中东中很多地方啊 它看似是国家 实际上就是披着国家外皮的各种各样的恐怖组织啊 地缘关系很复杂 不能因为这个借口就对恐怖分子去软弱 那么过去英美的很多政治家 你得承认在这个问题上是犯了相当的错误 对吧 总是想着我不管这些东西 让这些东西只要别影响到我就行 哎呀 你要明白人家的这个立国立场是大阿拉伯主义 是要跟非伊斯兰非这种圣训的这种原教旨是事不两立的 您允许他的存在 迟早有一天他也是祸患 所以说以色列这么搞啊 我觉得算是一种觉醒 算是一种被打醒了的这种表现 你看这次就是一点一点的把这些邪恶的土壤给清除下去 那么希望这样的事情能够继续坚持啊 那么不然的话 对吧 那么以色列可能不但永无宁日 那么周边的中东国家的民众可能也没落着好 就像以色列对伊朗发的那个传单里面说 你们每年军费上花多少导弹这些钱 你们并没有把这些钱用来改善你们的国民的这什么什么 那这到底该怎么看呢 所以说反以反美立国的这些人啊 不要觉得以色列没了 他们就能怎么怎么着 不要觉得美国不管他们就能怎么怎么着啊 就是你不缴匪 匪就缴你 这就是汉贼不两立 有的时候吧 原则这个东西还是要讲一讲的 那么行 今天啊 咱们就随便聊聊聊这么多啊 没什么台词 想到哪儿说到哪儿 谢谢大家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铃铛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